我最近琢磨我这个讲金庸评书吧 好像讲的也没有多大反响 至少从数据很明显能看出来吗 你看这个人其实都有私心 对他有某种期望值的 期望高了就麻烦了 很多痛苦都来源于此 比如我小时候 我当时特别喜欢唱歌 爱画画 咱不敢说唱多好 起码音准节拍能保证 很准的 关键是说我刚上初中那段时间 可能也是感人青春叛逆期 反正苛刻不及格 就只是这音乐得高分 给自己提提气 结果那音乐老师咔嚼一下 给我来了个70分 正常音乐来说 都是八九十磅上 甚至一百 当时都是那样 我就很困惑了 谁能理解孩子的心情 谁管管孩子 最擅长的东西 你就光给我个及格而已 那我不废了吗 后来一看着不对啊 这班里所有的男生当中 我竟然算分最高的了 其他还不及格呢 你想这一个人 当时音乐不及格 这种事 但是所有的女生分都特别高 任何一个女生啊 你只要张嘴出点声 最低你得有八十多 绝大多数九十一百 当时我也不懂这个性别歧视概念什么的 那时候也不流行这个东西 可能人都很单纯嘛 但是你发现没有 要是我们能降低一点期望值 可能也就不至于这么痛苦了 满心期望你结果没达到 那真是很难受 这不容易啊 但是我又想 这种对生活 特别对基本收入问题 乃至尊严问题 我怀这种低期望值 这仅仅是我个人修养的问题 而不应该成为国家决策制定者的管理方向 就这么说吧 我去机构办事 你可以对我态度不好 我也可以忍 但是这个仅仅是我个人的修养 这不代表你就应该这么对我 所以数千年以来 这儒家就往往成为统治者 用来无情压榨人民工具 唱到孝道啊父子君臣这一套 孝顺本身没问题 咱不是说不该孝顺父母 这洋人他也孝敬父母 圣诞节没准也回去陪爹妈包个饺子 看个春晚放那提饺啥的 但这个东西你玩到最极端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变成柯正恶 要一棍子干死郭靖 郭靖也只能默默受死 当时说真的 看到这一段 看到我是毛骨悚然 一百个问号我都在想 为什么 更极端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权力掌控者压榨人民到死 人民还要讲父子君臣这一套 甘愿赴死 那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就忠诚本身没有问题 这是美好的品质 但一旦被利用 那后果很残忍 说个题外话 我想的时候印象当中 有一个叫凤凰卫视的电视台 放过一个美剧 海岸救生队 也叫生死海岸 1989年的一个美剧 这讲的是一帮肌肉块很大的大爷们 和一帮女的穿着三脚大裤衩 在海边跑 也不是瞎跑 要救人的 救援队很火辣 热情奔放的一个故事 所以在这种文化冲击之下 我们的传统观念难免会改变 当时我也琢磨 为啥这帮洋人一天不遵守父子君臣这一套 他也能玩得这么开心 按理说我们文明程度 应该是更高的 那我们应该放开思想的束缚吗 尤其是金庸小说 它其实也是不局限于传统文化的 很多情节已经预知了现代的事情 就比如说 其实也就是前两本 射雕跟神雕的写的比较早 描述了较多的国仇家恨 抵抗外敌等等内容 其他的就不是了 你比方说笑傲江湖 东方不败 岳不群啥子 那完全是描述了一种 一种非传统性的性取向 你看那岳不群是吧 没事跟他自己沾个胡子 说话都开始蓝花痴 这自宫我姑且可以说 你是为了天下第一 但反过来想 他是不是就跟这个性取向改变之后 反而容易赢得成功了呀 因为我最近 这个看到了好几个新闻啊 讲的就是这个男大学生 明显的男性体征很明显 非说自己是女的啊 也非说自己是女孩 要参加女性田径比赛啊 拿第一了 这这这是不是跟练的辟邪剑谱是差不多 还有这个陆鼎记 那个里面是吧 他也没有任何的外族入侵吧 有也很少 就主要描述的是一个小太监 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的故事 各种潜规则 被围小宝玩的是明明白白啊 你说这东西 这东西谁能交给他 全凭他自己探索 跟现在官场不也一样吗 你站错队你就废了 这是吧 你轻重你得自己掂量 这个故事它就更贴近生活吧 就我们这个日常生活 这个工作当中可能也能用得上 所以我也总在想 我要好好讲讲路顶记 没准你们更爱听了 对于讲评书本身来说 我倒想不断的这个盯住我自己 这个是什么 这是留给我自己的一片净土 说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话题 也可能是毫无价值 因为我要指着他养活 自己又饿死八百回来 但是这些故事就是我的心 讲的是我曾经最美好的时光 每想起来就让我感觉到很幸福 很甜美的回忆 说不定等我以后老了之后 再能重新回来再缅怀一下呢 总之我就想挑战什么 把金庸全套都给你讲完 我这个大放绝词已经放到这了 就成与不成就看各位了 好我们回到小说 这个社调理的郭靖吧 刚出场甭管他遇上谁 他都显向欢声 从头至尾都很危险 总体感觉略显被动 杨过不同 杨过非常主动 那脑子小想法层出不穷 一个接一个 他也不精神内耗 从来不思考我这么做对不对 是吧 我想做就对 我不想干就不对 毕竟郭靖他什么 他身背众多责任 替父报仇 国仇加恨 师父的恩情 从来不敢辜负任何一个人 那的确好男儿应当如此 但是你有一天是为自己活过吗 说实在的 如果人一生都不能放下肩头的任何一个重任 那不容易 杨过不是 他没有那么多责任 当然他就是一个相当自由的人 我命运我自己来决定 责任你别指望我 乃至于什么正邪善恶 那看我心情了 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他是怎么凭借着刚炼成的武艺 来对付李莫愁的吧 上次我们讲到 他跟陆无双两个人 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书信 提醒他们俩 李莫愁转眼计到 要快速躲藏 于是刚好街上 迎面来了一个迎亲的队伍 杨过就跟陆无双说 来 你来当新娘子 咱们玩个过家家 我当爹来 你当妈 咱还差个娃 那就是以后的事 陆无双说 谁现在有空跟你瞎闹 可是他一想 这一路上傻蛋 确实想了很多鬼主意 还都奏笑了 就只好就这么跟着他 杨过是赶着驴 驮着陆无双 直接拦住了迎亲的队伍 一把就把那个新郎 从马上给他薅下来了 队伍当中有几个壮汉 他想上去阻拦 杨过把这个新郎 一扔三丈高 扔起来接住 扔起来又接住 就当着这帮迎亲的人的面 就这么扔 都看傻了 就马上这帮人知道 杨过本领高强 当中就有一个 见过世面的老头 当时出来 猜到了 这就是遇上强盗了 就跟杨过说 大王 您需要多少盘缠 大家尽可能给您凑一凑吧 杨过看看陆无双 然后就把新郎给放下来 扭头跟老头说 大王 那二王是谁 陆无双说 你别瞎闹了 你想说什么 赶紧说 杨过一听 果然远远的 已经听到李莫愁 骑的那头驴的铃声了 他这才跟那个老头 指了指陆无双 说 她是我媳妇 他看你们玩拜天地成亲 觉得很有趣 我们也想玩 老头说 谁玩拜天地 我们这是真的拜天地 杨过说 你们快把新娘子衣服给他换上 我要扮新郎 给一帮人听的大眼瞪小眼 头一次见到栏路抢劫不抢钱 要玩cosplay的 那也没办法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杨过 把新娘子从花椒里面也给薅出来了 新娘子吓得哇哇大哭啊 掀开了红盖头 这才看到这个新娘子大饼脸 杨过还在他脸上摸了一把 长得挺有福气 绝对是个大胖小子 好吧 这个强盗也确实是这样 你看着不像庄的 他确实很适合当流氓 杨过一只手把新娘子给跌了起来 就说 不想让他死 你们动作都给我快点 于是一帮人围上来 七上八下 给卢霜杨过换衣服 新娘新郎衣服都给扒下来 迅速给换上 这就跟什么 就跟F1方程式比赛 跟法拉利赛车换轮胎似的 这七下三下五出二 结束 完了 挺快 那叫一个利索 反正平时也都干习惯了 本来那个新娘 你总不能让人旁边一路小跑吧 也得放轿子里吧 李莫愁的铃声已经很近 清晰可闻 杨过 马上招呼一群人 敲了大鼓 吹奏起来 一时之间 锣鼓喧天 好不热闹 李莫愁跟红领波 起了两头驴 不大一会就从身边走来 他俩贴着迎亲的队伍走过 陆无双 在轿子当中更是想到 想摆脱此次劫难 成与不成 就在此一举了 一颗心碰碰乱跳 杨过假装害羞 头放得很低 以免让李莫愁把他认出来 之前在古墓打了那么半天 李莫愁当然是认识他的了 后面就听见红领波问了一句 喂 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跛脚的姑娘 从这里走过 迎亲的老头 唯唯诺诺说 没有啊 红领波说 那跛脚的姑娘也是骑着一头驴的 真没见过 他还是说 没见 李莫愁师徒 这才向前继续走远 可他俩走远了 还没多大一阵 竟然又掉头回来了 李莫愁扶尘一挥 啪的一下 竟然直接掀开了轿子的那个帘子 他直接向里面看 杨过心里大惊 正要冲过去救人 就听到李莫愁说 新娘子挺俊呢 然后他回头跟杨过说了一句 小子 你福气不小啊 说完 他俩就又走了 走远了 杨过奇怪 心里琢磨 他怎么竟然没认出来 陆姑娘呢 往里一看 发现 只能看到原先的那个新娘子 她面如土色 坐在里面 杨过还问 嗯 我媳妇呢 其实这个新娘子 他虽然摘掉了凤冠霞 配合礼服外套 但仍然是一身的喜庆红色 他有个大裙子 陆无双就钻他裙子下面去了 也得亏他反应机敏 逃过一劫 陆无双这个时候 刚从下面钻出来 说了一句 我不见了 开玩笑 杨过说好 那你就安安稳稳的继续做新娘子吧 之后陆霜 他还嫌这个轿子太急 新娘子也轰出去了 新娘跟新郎俩人一起骑在马背上了 他俩也是第一次见面 是这样 古人入洞房之前都是没见过对方 长什么样的 你不能提前去看 那个是不符合理法 三书六理有规定 结果他俩现在你看过 我看过你 新郎一看 我这新媳妇一张大冰脸 长得还挺好看 新娘一看他觉得 嗯 这小伙子也算是五官挺端正啊 心里也很高兴 俩人算是相互一直在偷看对方 内心都很满意 这是挺够凑巧的了 他俩都忘了正遇上杨过这伙强盗了呀 一路上老头还担心呢 念叨着说 呀 这可别耽误了凉晨几日啊 我们中午十二点之前还得拜天地啊 街坊四邻十里八乡亲戚都等着呢 杨过说你别啰嗦了 放心吧 耽误不了你们 待会打一车 不是打一个马车 不就完了吗 没办法 一帮人只好继续往东边走啊 那路上还遇上了丐帮的人 他们依然是四处打探 鬼鬼祟祟盯着迎亲的队伍 路双还探头出来看呢 杨过说你别总出来看呀 你这怎么也不盖个红盖头啊 人家新娘子结婚哭哭啼啼的 你可倒好还美刺刺的 你就算是心里一百个想家人 也不能表现得这么明显 你到底是多想家人啊 路双呸了一声 当然他当然也知道 这是在提醒自己 行踪可能已经暴露了 又缩回去 果然没多大一会儿 轿子前面又拦住了三个乞丐 那是五代弟子迎亲的壮汉 正被杨过欺负的没好气 直接一个壮汉过去轰他们走 说臭要饭 大爷正不爽 结果一个乞丐一把给这哥们给扒了一边去了 这回这迎亲的这才瞧出来啊 原来你们都是抢到啊 都不敢援一声了 乖乖的看热闹 就看他们聊活怎么拼了 这边陆乌双说 我现在身受重伤 不能跟你们打 等我伤好了再领约地点吧 但是丐帮的不同意 说不行 姑娘 你是古墓派的高手 我们好生仰慕 想跟你领教领教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跟我们去见丐帮的执法长老吧 哎你发现了吗 虽然这个时代法治 它不健全 完全不管用 可是虽然说是一个个已经无法无天了 但是他们各个帮派门派都有司法体系 都有这个执法系统啊 哎挺完善 少林寺有戒律院 这丐帮有执法长老 这全军派肯定得有一个执法道士啊 反正你要是跟他们之间有矛盾了 那都得被带走 直接就判了 就不用政府出手 他们把这事就给办了 这感觉有点像是中世纪欧洲似的 也有这个有罪没罪 你教廷说了算吗 他们教会也有法官的 但是杨过不让路 杨过说 各位既然当了教花子 怎么不好好要饭呢 倒来调戏我媳妇呢 这几个丐帮呢 看他脚下亮枪 似乎不会武功 于是一个脾气最火爆的冲上去 就用手轻轻一推 推他一把杨过 当时哎呦 一声几个亮枪狠狠的摔地上 他这么一摔不要紧 几个叫花子慌了 因为丐帮有一个严格的教规 绝不能凭武功 欺负弱小 更不能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 这要是让帮会尤其是帮主知道了必然重罚 他们哪想到杨过没武功啊 就急忙过去搀腹起来 说大哥你没事吧 你要不要算去医院 这么弱啊 杨过说 哎呀我的妈呀 这是饭让你们要的 这太火爆了 你干嘛推我呀 三个叫花子 你看我 我看你心想 这古墓派的姑娘 她武功 如此了得 怎么找了这么窝囊的一个老公啊 杨过还说 你们要找我媳妇领教什么呀 你可以跟我说 我新媳妇怕羞 她不愿意见陌生人 这仨丐帮的 接着在那纳闷 心想 这姓陆的女子 难道不是假扮成新娘子的 她是真嫁给这个窝囊货了 这爷们她竟然不知道 这姑娘身负武功 是她傻还是陆姑娘傻 正琢磨的 旁边杨过问了陆霜一句 他们想向你讨教哪招啊 陆霜看她竟然还在装傻 没好气的说 貂蟬半月 杨过当即出手 啪点手掌绕到她脖子后面 拍了那个脾气最爆的乞丐一下 这一出手 一群人都惊了 一个乞丐就骂 说这丝会武功 一群人拉开架 这就要跟杨过打呀 直接打了起来 这边杨过继续问 媳妇你还会什么呀 快教我 别都不会 陆无双一脸纳闷 信说这时候现教还来得及吗 随口继续说 西施彭新 招军出赛 麻姑献寿 这都是一套美女拳法 本来是女孩子用的 杨过当初学的时候 她是有所改良的 使用的非常潇洒 她属于林朝英自创的武功 不过难免还是有一些 牛牛捏捏的招数 这感觉可能就有点像是 这个泰国征兵现场了 就是那种感觉 这三个乞丐更是吐苦水 心想我们三个 这纯爷们竟然被 这么娘们唧唧的招数 给打得够呛 总之杨过全程 他还从来不自己使用招数 必须得陆无双说什么 他在用什么 甚至说陆无双 看到后来惊叹之余 有意考验他 说了几招 最不恰当的招数 都被杨过 从这个极其不可思议的角度 使了出来 关键都还能打中 以至于三个叫花子 施展平生所学 也被他打得东倒西歪 那这就不用说了 三个人早就看上 这小子武功太高 鲁双看得更是钦佩不已 当最后杨过问起来的时候 说他又问 我该使个什么招的时候 鲁双说了一句 一笑倾城 脱口是错 这招是他自己献编的 没这招 杨过将错就错 运起九阴真经 一股真气喊将出来 震耳欲聋给这几哥们震得头晕目眩 有点施后功那个意思了 虽然以杨过的内力 还不足以把人仅仅用声音击倒 但是也足够震慑这些人了 鲁双都差点昏倒 急忙抓住轿子的把手 迎亲的队伍更是离倒威胁摔倒一片 当杨过声音止息 三个乞丐早就灭如土色 头也不回头走了 迎亲队伍站了起来 还更是把杨过奉若神明了 一个个更是不敢有半句怨言 继续跟着走 等到了中午的时候 一群人还以为好歹得再受上一天苦的时候 杨过反而突然说 你们都散了吧 没事了 辛苦大家了 这群人这才知道 原来真的只是玩玩过家家 这真的都非常服气了 这好吧 千万谢之后一个个是喜不自胜 还恭喜他俩 说有这个大王和压寨夫人 一定百年好喝白头偕老 没准能生好几个白胖胖的小大王呢 卢霜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赶紧滚吧 一帮人说 好好好 这都滚了都走了 两个人继续赶路 来到了一家客栈 刚在客栈落脚 就听到李莫愁驴子的铃声又进了 这可真是被这个魔头盯上了 你甩都甩不掉啊 那是啊 当年陆家庄陆立顶他们 这要是能轻易甩掉 也不至于死那么惨了 卢霜就说 傻蛋 你说怎么办吧 我师父来了 两个人索性 叫了这个饭菜 坐进客房 先吃饭 结果这个时候 隔壁屋住了俩道士 正是之前的姬清虚和申志凡 他们俩正瞪眼要拔剑 因为看见了杨过他们俩了 猛的也同时听到了李莫愁的铃声 当即又缩回去 逛唐一下 他们把自己门也给关上了 杨过心想 这俩个臭道士 看来你们俩也知道李莫愁厉害惹不起啊 跑得倒够利索的 铃声靠近就听见李莫愁跟洪灵波说 你去屋顶守住 他直接迈步进屋 刚一进屋 掌柜就说了一句 您老人家 刚说了个老人家 李莫愁一浮沉过去 掌柜当场丧命 这怎么个意思呢 他最烦别人说他老 根本也不给你解释的余地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跑堂了 看到脸都白了 李莫愁还问 你见过一个跛脚的姑娘没有 他这个蜘蛛说了半天 就是说我我我我 就是这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莫愁哼的一声直接上楼 也不理他 楼上杨过则是跟陆屋双说 媳妇来跟我逃命吧 陆屋双白了他一眼 也只好跟着他 心想这次要真能逃得了命 那可真是老天爷开眼 太瞧得起我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材不高 穿了一身轻步长袍的人 走近跟他俩说 我来设法引开敌人 你能想法逃跑 这个人是谁呢 那看来是来帮杨过和陆双的呀 他难道是之前传了一封信 帮过他俩的那个人吗 极有可能 他蒙着面 所以杨过看不清他的面貌 当这个人出屋之后 这个时候就听见 外面的红铃波大喊了一声 说师父有人偷驴 随后黄影一闪李莫愁 追赶出去声音渐远 杨过陆双 他随后跟着出去 陆无双就说了一句 快走 杨过想了想 又一把把陆无双给拉回客栈 他什么意思呢 这李莫愁轻功多高啊 人家保准转眼就会回来啊 杨过就心想 况且我还背着陆姑娘 这也跑不快 绝跑不出人家的掌握 那不如躲在客栈 他直接冲进姬清虚那屋 进来之后 看到姬清虚和这个申志凡 面色慌张 这俩人也是怕了 很怕李莫愁 乖的跟狗差不多吧 杨过闪身过去点 他俩穴道 他俩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随后还说了一句 媳妇快进屋 陆无双进来 他就说快脱衣服 意思就是说 咱俩扮成道士 给这俩道士扒光了 换上 当然也不是扒光了 还留下个裤衩 估计 幸亏不是唐代 唐朝的时候 当时男子只穿长裤长裙 真没有穿裤衩的习惯 那可有的巧了 就丢人丢大发了 宋代已经因为很多的民族融合的原因 开始盛行穿内裤了 一直流行到现在 因为穿内裤是北方牧民的习惯 没有这个 那骑马得多难受呢 可是可能有同学会问 那汉唐时期我们也有骑兵啊 难道就都没有内裤吗 那骑兵一上马 那得多个子慌啊 骑兵就领说了 这是个好问题 据说是有专用的马裤啊 还有马当呢 或者是用这个布条给勒紧一下 那免得不舒服吗 有一个字 衣补旁 一个夸张的夸 这个字人家做酷 这个东西就跟裙子似的 就是一种便于骑马的很宽松的 这个中间分开的大裙子 专门是骑马用的 盛行于汉唐时期 日本学见到公道穿的那个 就接近于这个裤 而不是我们裤子的裤 反正这个服装方面 他的确有非常值得研究的历史啊 一旦服装搞明白了 也能了解到当时很多的情况 宋代有了内裤之后 和这个两腿分开的裤子之后呢 跟我们现代就基本上很接近了 所以你要说杨过穿一身粗布裤子 那没错 宋代有裤子 但如果说他生在唐代 这么说就不对了 唐朝男子穿什么呢 上身着衫 下穿高 脚丝旁一个高 这个就是像是一种短裙式的普通男子 可以穿的下装类似于武大郎的那个围裙似的 老百姓嘛 但是那种宽袍大袖 裙子和袖子都很长的 那是做官才能穿的 两个人换好了 道士衣服一边换 陆武双还踹了激情虚一脚 说你闭上眼睛似道士 激情虚赶紧闭上 你说这人你还有闲心 你还有闲心看人家 你不怕人宰了你 然后陆武双又说杨过 傻蛋你也转过身去别看我换衣服 杨过说这啪什么的 反正我给你揭骨头的时候都说了一半 他想说我揭骨头的时候我都看光了 就还没说完啪一下 陆武双干干脆脆上了他一个大嘴巴 其实这一下他没以为能打中 杨过更是眼睁睁看着他打过来 根本就不想躲 结果这声脆响 反而吓了陆武双一跳 忍不住就问 傻蛋我打疼你了吗 谁让你胡说八道 这一下着实不清呢 杨过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估计他也挺享受 一路跟这个小女孩闹着玩 挺开心 当两人换好了衣服 陆武双就说了一句 傻蛋你瞧 我像不像一个小道士 然后啊了一声一看 床上还躺了一个哥们 也是个道士 刚才望点他穴道了 换衣服完全没瞧见他 其实这个人就是皮青玄 躺着养伤呢 就让那两人挡上了 原来这屋一共三个道士 陆武双刚说了一句 他他他其实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他偷看我换衣服 这个时候果然听到李莫愁的铃声 再度传来杨过 闪身过去给皮青玄身上也补两下 一个皮青玄加上一个申志凡 被杨过都给塞的那个灶坑里面 这也不是灶坑啊 是火炕下面的那个炭火的夹层 北方都烧火炕 现在还没有到天冷的时候 所以里面空间很大 刚好能塞的下两个人 先苦一下这俩哥们吧 杨过跟陆霜两人全上了炕 盖上被子 顺手解开了激青须的穴道 然后又用手指顶住了他的死穴 意思就是说该说你说 不该说你别瞎说 刚好这个时候李莫愁踹门进屋 这个屋里啊 李莫愁之前是检查过一遍 哐唐一声一踹开一一看啊 还是原来那三个道士啊 床上两个床头坐着一个 而激青须呢 还是露出了那个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啊 说嘿嘿嘿你好 李莫愁一看啊还是他 没错啊就没在意床躺着的别人 这一宿啊李莫愁跟洪灵波 那真是把整个阵子都闹了个底朝天啊 天翻地覆都搜遍了没找找 他们在外面闹的鸡飞狗跳 这里边杨过挨着陆无双 闻着一阵阵少女的香气 心里甭提多美了 陆无双更是思潮起伏 心里想着眼前那个傻蛋啊 透露着种种的古怪 真是想都想不透 又佩服又看不懂他 一动还不敢动 他就心想 这个时候傻蛋要是伸手来抱我 我可怎么办呢 他想了一会杨过没有来抱他 反而他又觉得有点失望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这一夜过去啊 杨过先醒来了 发现天色发白了 激情虚呢 趴在了桌子上睡着了 卢霜也睡得正沉 杨过就暗中想 我这个时候要是亲他一下 他一定不会知道 其实杨过这个时候 他是第一次跟女孩子这么亲近啊 算是从这里才开始真正懵懂初开 年龄也正是这个情欲最旺盛的时候 这是极难克制的 按捺不住啊 这个身头过去就要亲他 我估计他也是想 这小女孩形单影支的是吧 我就算是欺负他又怎么样呢 反正没人给他撑腰 这况且我还救过他的命呢 想到这里就更肆无忌惮了 看似他是一路尽心竭力的护送少女 其实更多只是贪图跟他玩耍而已 你们说对吗 就在杨过即将亲吻到陆无双的脸颊的时候 发现陆无双正双眉微醋 看来他睡着了也正是感觉到这个伤口疼痛啊 看这个表情猛的他就想起了小龙女了 同时就想到自己立过一个誓言啊 当初可明明白白的说过 我这一生一世 心中只有姑姑一人 若是变心不用姑姑说 我自己就杀了自己 想到这里一身冷汗 猛的起身 啪啪两个脆响 狠狠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这两下想过 他翻身一跃下地 陆无双也被惊醒了 吃惊的看着他 说怎么了 傻蛋你在干什么 杨过满面羞愧 说没什么 蚊子摇我的脸 卢霜看的是莫名其妙 马上想到昨天跟他肩并肩躺了一夜 也羞得满脸通红 醒来还问呢 说傻蛋 你怎么会我们古墓派的美女拳发呀 杨过当然又胡说八道一通 不肯说出真话 而这个时候 李莫愁也住在了这个镇子上 天色亮起来之后 就又远远的听到了那个铃声 杨过就说 要是能骑马奔驰一夜 咱们准能跑得了 陆无双说 你身上可没伤 你说得轻松 杨过内心扑斥一笑 心想 这姑娘还真是爱生气 一句话就能惹怒呢 这刚好 她自己还是专爱看她这个表情 故意就又说 要不是你求我送你到江南 我自己的话早就到了 陆无双说 那你自己去吧 把我丢在这里好了 你去吧去吧 傻蛋 我宁可死在这里 我见了你就生气 杨过微微一笑就说 我才舍不得让你死呢 当然她也怕给这个姑娘惹的太生气 震动伤口 说几句不再说了 又找了一些煤灰 把脸给弄脏 顺便把火坑下面那俩 这个道士给拉了出来 给踢开穴道 旁边卤霜往脸上抹这个煤灰 那慢调丝脸的 就让她搞得跟化妆似的 跟涂胭脂似的 看着杨过只想笑 这没办法 女孩生性爱美嘛 但是路霜也知道杨过武功 胜他十倍 还是很可靠的 这个镇子不大 两人直接买两匹马 穿着全真教的道袍 这一路 骑马向东南方向而去 其实杨过还是怕 骑马引起震动 震动他那个伤口 这一个时辰过去 并没有跑出多远的路 所以这一路上杨过就没再 跟他动过什么非分之想啊 刚才我们也说了 杨过心里想的是 我就算轻薄你也是白占你便宜啊 反正你也不能打我怎么样 但是我要是真这么做了 可就对不起姑姑了 这是不行的 这绝对不行 就是这么个念头阻止了他 再做无理之事 杨过他可没有郭靖那么正派的信念 他实际是一个非常无所顾忌的人 但是这么一来 陆无双感觉都奇怪了 两人一直没说话吗 他问呢 傻蛋你怎么不跟我说话 你看他感觉有点寂寞 杨过微笑不语 但是过了一会儿突然一拍脑袋 说哟 我忘了那三个道士 会把我们的行踪给说出去的 我真糊涂了 卢霜就说你本来就糊涂 刚才三个道士 早就远远的超过我们跑远了 而师父还在我们的后面 你瞧你失魂落魄的样子 还对 他没瞧见那些人 他听卢霜说完才啊了一声 说是吗 然后朝卢霜微微一笑 卢霜看他笑的意味深长 也忍不住 又有点害羞 果然跑了的那三个全真教的 把杨过他们俩的行踪很快告诉了丐帮的人 于是丐帮又派了两个八代弟子前来拦路 这两个老乞丐一看就武功极其高强 远远的杨过就感觉出来了 看出来这俩不是一般人 而陆霜还按骂呢说这怎么没完没了了 这一路真是劫难重重啊 等他俩走近之后杨过就说了一句 两位既然不化缘那就请让路吧 马上身后的洪灵波的声音也响起来说 喂叫花子小道士有没有看到一个跛脚的姑娘啊 那两个丐帮的两老头其实在武林之中辈分很高了 八代弟子了平时都是很受人尊敬的 听洪灵波这个口气他一点不尊重啊 那也没好气的就说没瞧见 李莫愁当然眼光更为锐利 看到了杨过路无双的背影之后就在想 这两人似乎在哪里见过 杨过斜眼瞧他 看到李莫愁袖手旁观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突然心生一计 打算先跟俩乞丐过过招打一架免得他有所疑虑 杨过就低着头走到洪灵波面前 沙哑的嗓子说 小道被厄盖拦路求道友借宝剑一用 都是道家的答案吗 洪灵波直接就把剑借给他了 并没有认出来眼前就是杨过 杨过跟陆霜说了一句 师弟你不必动手 我让他们看看我们全真派门下的武功吧 这给陆霜急的心想你冒充谁不好 你冒充全真教 我师父最了解全真派了 那俩盖帮的还说你当真是全真派门下 后半句还没说完杨过一招一气划三青过去 一剑过去分支两人 按说这招要是使到了极致 那应该划成三招 当然那是最高境界了 估计全真妻子还差不多能使出来 杨过这么年轻 他能使成这样也极为难得了 声势惊人 那俩乞丐被杨过剑招呼点胸口呼点后背 整个剑光把两个人都给围住 动都动不了 李莫愁一看 剑法如此精湛也是心想 难怪全真派享誉武林今天来看果然人才辈出啊 要是这个小道士再练十年 我哪里还是他的对手 想必全真教的掌教日后要落到这个小道人手里了 好吧 杨过要是真能当上全真教的掌教 那也是神奇了 就这么 他带着这两个乞丐兜兜转转跑出老远 渐渐已经跑出一里地那么远了 当然这两个八代弟子完全是被他的巧招给唬住了 弱论真实武艺 他俩绝对不弱于杨过的 内力甚至要高于杨过 但他俩还以为杨过是故意相让呢 离远了之后 杨过直接就是收招了啊 他俩也知道杨过有意相让嘛 没再说什么 杨过就说 毕教与贵帮素来交好 可不要被旁人挑拨呀 况且是古墓派得罪了两位 这跟全真教无关 赤连仙子明明在此 两位如何不去找他算账 这么说也对哈 无双的确是李莫愁的徒弟 这话没毛病 俩乞丐一听也说 嗯是吗 你这么去说哈 他俩也是觉得挺有道理 杨过又说 但是我看够呛了 哎呀不成不成 他俩说什么不成 杨过说 那李莫愁横行天下 江湖中人人闻风丧胆 我怕二位不成 不是对手 这俩人也都是暴脾气 当时就骂了 说管他什么吃脸仙子黑脸仙子 咱们倒要会会他 但是您这位道友高姓大名啊 杨过说啊 我姓萨 我叫萨华兹 他俩说啊 萨萨 萨华兹 哎 你听着像是沙华兹 那你还是要杀我 当然等他俩想到这点的时候 杨过已经拱了拱手走 走远了 一路上笑咪咪的回来 陆无双还问他说 你怎么撇下我了 杨过正要把剑交还给洪灵波的时候 想着说是赶紧带着陆无双走吧 结果李莫愁说了一句 且慢 小道士 你武功不错呀 你是全真妻子 哪一个门下 他一说且慢 杨过就知道要糟糕了 也看来他要试探自己武功 杨过当然听小龙女讲过李莫愁的脾气 听说他不屑于跟没有武器的人比武 急忙放下宝剑 快速塞还给了洪灵波 随口说了一句 我是王重阳的弟子 这是为啥呢 这完全是因为他对权真派 任何人都没有好感 觉得没人配当他师父 所以说邱处基对他还不错 那毕竟相处时间也不多 而且临走之前把他训了一顿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权真妻子 他是一个也看不上 觉得也就王重阳配当我师父 所以这在李莫愁看来就更吃惊了 你哪怕随便说你是王处医 刘处玄马玉 你随便说一个李莫愁都会信 你偏偏不认怂飞说是王重阳的弟子 给李莫愁说的一愣 心想这小道士你出生的时候 王重阳的早就死了 那你这明显是在我眼前捣鬼啊 他说要说你不是权真派的 你权真剑法又使得这么好 可你要是权真派的 他们的门人怎么可能这么不尊重 使找乱开玩笑呢 杨过看他神色 虽然仍是一副笑吟吟的模样 但是看到他眉头微皱 猜到他正在思考对策 想到这里他已经翻身上马了 但被李莫愁拦住说 你下来 我有话问你 杨过说 我知道 你要问我可见到一个左腿有些薄的小姑娘吗 可见到他所拿着的一本书在哪里吗 李莫愁说 哎呦你真聪明 那本书在哪里啊 他说被三个叫花子抢走了 我见到有个叫花子从他怀里拿了一本书 对这个小姑娘还是又摸手又摸脚的 他还被那个叫花子打了好几个大嘴巴 很可怜 师弟你说是不是 盧霜只能说是 没错 心里早就骂上了 他们俩说了一半 还过去了一队蒙古兵啊 簇拥着一个大官过去 之后李莫愁又问 后来呢 杨过说 我路线不平上去阻拦 所以就跟丐帮他打起来了 哎你看他这逻辑一下就自洽了 还硬给圆回来了 李莫愁说 好好 那多谢你了 我姓李明莫愁江湖上叫我赤练仙子或者赤练魔头 你听过我的名字吗 杨过说啊 我没听过啊 怎么会呢 我瞧你这般美貌像天仙下凡一样 怎可被称之为魔头呢 说的李莫愁内心还一高兴 微微一笑 不过他确实啊 经过多年的修炼下来 脸上的确一丝皱纹都没有 跟二十多岁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没有区别 李莫愁就说 你跟我说笑了 算你会说话 可是刚才你自称王重阳的门人 我还是要用这柄浮尘教训教训你 杨过说 不成不成不成 我怎么能跟小辈动手呢 我师父跟你祖师婆婆那是同辈 我不能欺负后辈 李莫愁为啥非得跟他打呢 就看到他这一身武功 那必须得提前除掉他呀 刚不是说了吗 再过十年我就不是这小子对手了 那不趁现在我还等什么时候 李莫愁直接动手 也不跟废话了 一上来就是他平生绝技三无三不守 这是他自创的招数 类似于天罗地网室那种感觉 但是更强的多啊 第一招点穴手法就从四面八方包围而来 让你避无可避 这只有功夫远胜于李莫愁的高手能破得了他 那怎么办呀 杨过一看到了危机时刻 简直无可抵挡 你躲到哪里都没有用 干脆一着急 猛的逆运九阴真经 头下脚上 身子倒转 然后啪啪啪一阵声音响过 穴道都被他点了个遍 但是都点空了 反而杨过一直戳向了李莫愁又吸的尾中穴 情急之下李莫愁膝盖一麻 再不犹豫直接使出第三招绝招 本来这招全共要害 打眼睛咽喉小腹下阴 所练习的熟悉的位置是没有错的 只不过就砰砰砰砰几下 打中了杨过其他的位置 什么胸口大腿等等无关紧要的部位 李莫愁也可以说是一生大小数百战 从来没见过这种功夫啊 本来成竹在胸 一下他也慌了神了 杨过顺带一口 直接咬住了他的扶尘 猛的一拉 这个扶尘竟然被杨过用嘴硬生生的给抢过来了 看了旁边 陆无双洪灵波一声惊呼啊 他也是平生 头一回见到有人竟然能抢下来师父的扶尘 杨过这招他怎么说呢 这个啊 就是当年第二次华山论剑的时候 欧阳峰一口就咬住了黄耀石手指的那招 你就想吧 就即便是黄耀石那种大宗师大高手 那都得靠着当时跟洪七公联手 才能勉强保住了手指 这要是当时没有洪七公在场 那他手指必然也保不住 这招他就是这么厉害 逆运九阴真经真气啊 用牙齿再使秧出来 那当然是比什么手掌全法力还数倍 同事刚采癌颅双一声惊叫 洪灵波也认出来了 说师妹 这边李莫愁也顺着杨过的身子倒转 发现他脸上的泥土已经跌落 马上认出他的真面目 就说是你 你师父呢 杨过左腿轻轻一点 直接上了李莫愁的花驴 左手一弹预风针刺中了洪灵波的驴 李莫愁盛怒之下飞身而起 杨过躲开 他竟然啪的一掌过去 把花驴当场给打死 随后杨过大叫一声 媳妇快跟我走 两人骑上了马匹慌忙逃跑 但是李莫愁展开轻功随后就到 杨过胡乱飞舞扶沉 他一把就给抓住了 猛的再一拉 把扶沉这又算是给抢回来了 但也就是这么一拉之下 那匹马跟他就拉开了距离 同时身后被预风针刺伤的另一头驴 胡乱撞击之下 李莫愁竟然没再能追上来 两人跑了好一阵 陆无双才说 傻蛋我胸口好痛扛不住了 杨过这才拉住了马说 好了不用跑了 他们不会追上来了 陆无双叹了口气说 傻蛋你怎么竟然抢下了我师父的扶沉啊 杨过说 我跟他闹着玩 他心里一乐觉得有趣就给我了呗 陆无双说 他为什么心里一乐 瞧你长得尊吗 有趣 你很有趣吗 他俩就这么一路炒两句逗两句 杨过打算干脆就是去到那个蒙古军营里面去 不是有一队蒙古兵刚过去吗 藏内里面应该很安全 来到了冰营就发现有一个军官的帐篷里正点着灯 杨过直接进去 点穴控制住了那个军官 这个军官虽然会说汉语 但是武功当然比他差的远 还被杨过用御风针给扎伤了 问他叫什么名字 要逼问他吗 他就说 我叫耶律进是蒙古大宰相耶律储才的长子 这个耶律储才确实历史当中真有其人 是当时沃克台的中书令 中书令就相当于宰相了 但是后来呢 后来郭靖回归中原之后 虽说沃克台做了大汗 但是沃克台很快就死掉了 命不长久 之后就变成了沃克台的老婆垂帘听政 而耶律储才那是三朝老臣辅佐过成吉思汗的 那当然跟后来的皇后关系很紧张 政治观念相差很多 一方面皇后考虑到她是开国忠臣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想到该怎么除掉她 再一个耶律储才 其实也意识到了皇后要干掉自己 干脆扶个转 就主动请求调派到南方去做官算了 皇后当然很乐于这么做了 就把他们一家都调往了汴梁 就算是河南省的丰江大利吧 这么误打误撞让杨过给装了 杨过意思就是说 你想活命就得听我的 玩的还是上次迎亲那一套 他说我不杀你 但是你得让我假扮成你的小兵 耶律进一看杨过武功这么高 当时就怂了 杨英雄长杨英雄短的 给他一顿奉承 甚至还说 哎呀这只可惜 我有眼不识泰山 今日能结识高贤下官死而名目 杨过当然不了解官场 阿谀奉承这一套 让他这个马屁拍的无声无息 难免有点飘飘然 还说算你实相 于是就给他解了御风针的毒了 杨过把陆霜也叫进来说 哎你听好了 我俩这几天就假扮成你的小兵 你不能暴露出来 他是我媳妇 你给他也磕个头吧 旁边陆无双啪点 又给他个耳光 杨过依然没有赌 挨了这么一下 就他俩都闹习惯了 就不以为然 这一律进看的 看莫名其妙的心想 看来这女孩比他武功还高吗 他就说行行行 全听评您二位吩咐 陆无双也是头一次见的杨过使用御风针 这内心对他还是很钦佩的 但是嘴上还是说 这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使这么阴损的东西 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杨过只是笑一笑没理他 就这么跟在他的队伍里一连走了两天 都没再遇上丐帮和李莫愁师徒 这一天来到了龙居寨 这个龙居寨吧 好像是现在的这个陕西省商洛市吧 中南山也是属于陕西省境内 在秦岭山脉的中段 他们等于是一路从西往东南方向走 所以最初杨过才说 从这里去江南路途遥远不想去 等于是从西安一路到苏州啊 那那得多远呢 那骑快马也得多少天呢 不容易 这况且还有商员啊 这李莫愁说起来也是够执着的 真是一直追到天涯海角都不放手啊 这一天呢 到了龙居寨嘛 杨过路霜两人 当然是被耶律进伺候的是通体舒适 高帽子是一顶接一顶 是没少给杨过戴 这一天蒙古大宰向耶律楚才直接驾临 带着另外两个孩子来到 来到军营里面一家人见面很高兴 耶律楚才一共三个孩子 长子耶律进 二儿子耶律奇 小女儿耶律燕 后面这俩也是故事当中其他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下一章会讲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跟他们有关 但是这天晚上杨过就听见屋顶之上有人 跟陆露霜说 你听 那陆露霜他没听到 还以为他开玩笑了 屋顶上那个身穿黑衣的人已经突然之间 砰的一声一脚踢开了窗户 飞身进屋 一刀朝耶律楚才就砍过去 这个黑衣人他是个女孩 大叫一声说 耶律楚才今日我跟你同归于尽 旁边的小女儿耶律燕已经施展空手夺白刃的功夫出手了 还去抢那个刺客少女的单刀 两个人打在一起 看着杨过感到奇怪 心想他俩武功还不错呀 他就小声跟陆霜说 媳妇这俩姑娘武功可胜过了你呢 陆霜反手又一掌又要打 杨过躲开说别闹人正打架 陆霜就说那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我强还是这两个姑娘强 杨过说那要是真是一对一的话 他俩任何一个人都打不过你 不过他俩打法太老实了 也说不定他俩联手还是打不过你 毕竟不如你诡计多端阴狠毒辣呀 陆霜呸了一声 他倒是已经转怒为喜了 说什么阴狠毒辣 说起来你比我更诡计多端呢 这个时候那个叫耶律奇就说了一句 三妹你退下来让我来试试 结果他这么一出手杨过看得一惊 虽然他只使了三招 但只从这三招就已经看得出来 他不简单 而且这个耶律奇一直有一只左手插在了背后的腰间 竟然还有意相让呢 杨过就感觉他武功实在不在自己之下呀 弄不好还比我厉害呢 同时发现耶律奇这小子岁数也不大 二十出头 使用的竟然还是全真派的武功 嗯 他是全真派的 可是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他是谁的徒弟呢 还这么年轻 旁边卢霜还说 傻蛋 他武功比你强多了 杨过是恍若未闻啊 那么好 这章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后续如何 让我们下回说 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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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